老闆 有何吩咐啊 在家里要叫老公 你思诚不要得寸进尺 万一被别人听到 露了马甲 你可是要赔钱的 老公 你今天去文艺集团了 这你都知道 脱你的福 我今天电话被打爆了 是出了什么事吗 我记得我很小心 应该不会被发现才对 所以你真的去私会莫子星了 我确实去见了莫子星 但是不是私会 我光明正大去了 这是你最后一次犯错 再有一次我就吵了你 等着赔钱 你怎么会认识莫子星 你们俩什么关系 报告老板 叫老公 报告老公 我跟莫子星 是初中认识的 他是我的学长 今天我呢 去文艺集团解封我的网店 就正好发现 他竟然是文艺集团的总裁 然后我们就顺道一起 吃了个饭行吗 真的 千真万确 哦 对了 这个是奶奶给我的包 太贵了 按照合约内容 还给你 奶奶送给你的 收着吧 哦 所以你打算从我工资里扣 对不对 顾兮兮你别忘了 我还在生着你的气呢 他要是生气了 就陪他打游戏 让着他点儿 他赢了 气就消了 我陪你打两把游戏 行不行 你行吗 走你 赢了 不可能吧 不管了 刚才只顾着玩游戏说 忘了让他赢了 玩了 等等 再玩一把 最后一把 没意思 你怕输 来 你这 刚才不会都是演的吧 你这 凶啊 好 我 你这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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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睡觉休息了 你先去洗澡 然后陪我睡 陪着我 睡觉 好 他还没问题 跟谁打电话 笑这么开心 好 好 跟谁打电话呢 客户 客户笑这么开心 哪个客户啊 残务公司那么多客户 你知道哪个 只知道尹思成吧 我 我现在已经知道三个了 哦 那个 再这么忙也要吃饭吧 是不是 附近我找到了一个新开的餐厅 特别好 我也定了位置了 晚上我们一起去吃 就当是这几个月的客户 我今天约了客户见面 改天吧 合同咱们再商讨一下 好 好 这是这一次合作的合同 您看一下 这不就是上次小心说的那个花心大萝卜马克吗 已经做出最大的让铺了 那那小姐 我们今天不谈公事 那 您的意思是 莫小姐 我不想我们之间 只是公司合作关系 这是 我更希望 这是一场男女之间的私人约会 这个礼物呢 你收下 主要是公事 但是 我是代表公司来跟您谈合作的 而且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那我怎么得知 莫小姐还是单身呢 因为一些原因 暂时还没有对外公布 是办公室恋情吧 一段见不得光的恋情 你一定吃了不少苦吧 谢谢提醒 我会注意的 莫小姐 我是真心的很喜欢你 而且 我也很心疼你 干嘛 你是谁啊 上总 上科 你没事吧 没事 我怎么可能会有事呢 我告诉你啊 我打架他还在幼儿园里面 你没事抢什么呢 我这不是救你 去医院 去医院 动 动 动 喂 妈 你别急 你别急 我现在就过去 拜拜 我跟你说啊 今天要是不把房租交起 你就必须给我关门 胖姐 怎么说我也是老租户了 就再给我三天的时间 我凑齐了一定给你 这每次都是三天又三天的 怎么了 你妈没交房租 欠我一年房租了 我给多少钱 你给啊 年付 九万六 行 这样吧 我来转给你这笔钱吧 但是可能需要宽限几天 哎呀 一周以内 不能再拖了啊 谢谢你啊 好 谢谢啊胖姐 妈 怎么回事 我结婚的时候不是有一笔彩礼钱吗 我觉得应该够了呀 呃 那个 妈买了一台红干机 还有冲洗 冲洗 红衣机 妈 是不是被奶奶拿走了 你爸 跟你奶奶拿走了 你爸说要投资商铺 你奶奶说要买保健品 你说我能不给吗 他们这里太过分了 妈 你也是的 你怎么能老给他们呢 西西 嗯 要不 咱们把这个店关了吧 那怎么行 怎么能关了呢 这个店不是你的寄托吗 而且这么多年了 那么多老顾客 都跟你成为朋友了 你舍得吗 放心 妈妈 这个事情我会处理好的